大家好 我是茂迪西的老文童赵从达 忽然间想起来这样的一句话 说是此心安臭是无香 越如无恨越长远 当然这个历史上是谁说的 他的故事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而且我讲有的时候我也记不了那么清楚 我怕也在说错了 这句话的意思呢 此心安臭是无香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 特别我们中国人呢 对家乡观念是非常强的 而且越老了像我这样 就越对家乡那个感情越是牵挂 可是说起来呢 真正的家乡是哪里呢 你心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家乡了 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对 只要你心安在这里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 既然是你的家 它就是乡 那么越如无恨越长远 这一话我倒觉得 越长远就好吗 那个月亮就一直是圆的 我们什么时候看它都是圆的 都是事物的月亮 那么就好了吗 我想 反而我觉得越长远 反而不是不一定好啊 如果越长远的不一定好 当然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越长远呢 是有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也就是人生都让它是圆满的 事情也都让它是圆满的 可能这个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寓意而已 但是对月亮来说 我们 有些是喜欢讲点这个诗情画意啊 说越长远 老拿月亮说是 真的越要是长远 反而还不如现在这样好 我觉得啊 不如现在这样好 这样它有点变化 不能单调嘛 是吧 就拿我来说 我已经离开家乡几十年了 现在老了啊 身体也不好 所以说就老想家乡 我在那边的几十年了 首先吃的什么的我就不习惯 吃东西就 老是不习惯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说就老想家乡 本来呢 今年我还想回去 可是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恐怕也回不去啊 因为这个疫情啊 真的是害人啊 怎么怎么说呢 看吧 看行行吧 如果 反正我是 反正我是 有机会总是想回去啊 因为人老了 多回去一趟也就多看看 可是呢 所以说我就忽然想起这个 此心安处是无香 我就觉得我是可笑 几十年了 我这个心也安不下来 按理说呢 这个 在国外的时间 应该在国 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 跟国内生活的时间 差不多了 可是国内还包括 我出生的一段时间呢 什么也不懂呢 所以说我应该是 在国外生活的时间 比国内更长吧 至少国内还有好几年 我什么也不 什么事都不懂嘛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从小就烙印啊 现在已经成了心病了啊 做梦 梦里头就老回家乡 平时没事 也老回想到家乡 我也就是 常常劝自己 此心 让他安下来 此心安臭 是无香 但是月亮嘛 还是让他 就是 按照这样 他去运转去吧 不要长远 如果月亮长远了 反而太单调 我觉得 反而太单调了 可是 每一个人的人生 我也希望 当然他是圆满的 我们每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情 也都能做得 他很圆满 这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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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吧 希望他能够 实现 希望能够实现 此心安臭 是无香 越如恨 越长远 但愿此心安 但愿此心安 好吧 今天我这就忽然 想到了这两句话 就讲一讲 这也算是 如果是写 写文章的话 这算是 是算文吗 也算不上 文章的名称 只能叫做无题 好吧 这一段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